这是电脑的微处理器 爱奇 别看它体积不大 却是迄今为止最先进 也是功能最强劲的个人电脑处理器 这小小的处理器不仅给电脑安上了奔腾的心 更给一家公司创造出了惊人的财富 这家公司就是英特 1968年 英特尔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功能性存储器 此后 英特尔就一直保持着存储器芯片市场100%的份额 直到80年代 日本的存储器厂家登台 英特无限风光的好日子到头了 凭借低廉的价格和优秀的质量 日本存储器迅速抢占了英特尔的市场 1985年 日本半导体业首次超过美国 而曾经的行业老大英特尔却出现了亏损 无奈之下 英特尔只好缩减产量 但是缩减产量的速度已经跟不上市场的滑坡了 仓库的货物不断堆积 英特尔的存储器市场 眼看就要被日本厂家全部占领 此时的英特走到了十字路口 是继续生产存储器还是转向新的领域 成为决定英特生死存亡的关键抉择 接下来的路如何走 这让负责技术开发和生产的安迪格鲁夫绞尽脑汁 安迪格鲁夫美籍犹太人 他自称是英特尔的第三名员工 1968年诺伊斯和摩尔创办了英特尔公司 当时格鲁夫在先童公司担任实验室副总监 由于表现出色深具潜力 他被摩尔大力举荐进入英特尔公司 主要致力于存储器项目的研究和开发 出色的行业大局观 和对技术发展的预判能力 使得格鲁夫一直在公司占据着重要地位 1985年的一天 格鲁夫走进了董事长戈登摩尔的办公室 面对公司的困境 两位英特尔的掌舵人愁眉不展 突然格鲁夫问了戈登摩尔一句 如果我们下了台 换一位新的总裁 他会怎么做 戈登犹豫了一下 回答说 他会放弃存储器的生意 当时在所有英特尔员工心中 英特尔就是存储器的代名词 如果放弃了存储器业务 英特尔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 但是面对存储器市场的滑坡 顽固坚持就意味着座椅代币 格鲁夫下定决心 英特尔必须转型 他将目光投向了一直被尘封的微处理器 微处理器简称CPU 它是个人电脑的大脑 实际上在当时英特尔的微处理器技术 也是遥遥领先的 那时候最有名的IBM个人电脑 装载的就是英特尔研发的286芯片 早在1969年 英特尔的技术人员就为一家日本计算机公司 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微处理器芯片 当时英特尔的主业还是存储器 格鲁夫对这个新产品很不感冒 他甚至声称微处理器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我为存储器的产量而生 也会为其而死 但是这个新产品的市场反应却出奇的好 1971年10月推出之后 立刻有5000多人写信给英特尔 希望了解处理器的信息 业界的热捧让英特尔认识到了处理器的价值 格鲁夫为此特地飞到了日本 花了6万美元从日本公司贝斯卡 买回了处理器的所有专利权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其明智的举措 随着战略转移 英特尔开始将人力和物力集中到386芯片上 1985年在计算机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386芯片研发成功 成为当时运算能力最强的微处理器 在386的广告上 英特尔打出了IT史上最著名的红叉 它在286三个数字上打上了一个大大的红叉 并在386三个数字下辅上广告力 现在你可以用286系统的价格获得386系统的性能 这个广告让消费者兴趣大增 386迅速热销起来 386芯片推出当年 英特尔的收入达到了29亿美元 股票市值增加了30% 随着领先的技术被不断地转化成竞争的资本 英特尔开启了自己第二次高速成长之路 1992年英特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企业 反超了当年打败自己的日本公司 成功转型的英特尔不仅仅树立了技术创新的标杆 更带来了整个计算机行业的革命 纽约时报曾经评论说 过去整个行业围绕着IBM实现标准化 现在PC产业被圈建了英特尔模式 在格鲁夫的带领下 英特尔相继推出了486 奔腾 富瑞双合等王牌产品 为整个电脑核心领域制定了行业标准 在那次决定转型的办公室谈话 过去14年之后 1999年 已经担任英特尔公司名誉主席的戈登摩尔 这样评价英特尔的成功 英特尔公司自始至终都以技术取胜 所取得的一切成功都离不开先进的技术 2000年8月 英特尔的市值达到了5032亿美元 成为世界上第三家市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公司 技术进步将会给资本插上腾飞的翅膀 使得生产效率得到飞跃式发展 英特尔的故事 正是资本对技术最好的赞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